穿错鞋造成脚步不舒服 除了看医生之外 最重要的是 赶快把不适合的鞋子给换掉吧 其实一双好的鞋子 虽然价格可能是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却可以减少疼痛 可以确保你双脚的健康 它绝绝对对是一个好的投资 在国内以好穿 以耐穿为名的阿寿皮鞋 近年来就推出了很多 是兼具外观跟功能的好鞋 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呢 就是适合上班族女性所穿的窝心鞋 那么究竟它的贴心 它的窝心设计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看 虽然大部分的高跟鞋 穿起来都很不舒服 但是为了美观 很多女性还是不得不穿 如果高跟鞋 也能够同时具备好看好穿 又流行等元素 相信一定能够减轻不少女性的痛苦 为了让所有女性都能够轻松 穿上美美的高跟鞋 阿寿研发了窝心鞋 巧妙地利用窝心足弓垫 有效舒缓女性在穿着高跟鞋时 承受的压力 让穿着高跟鞋不再是一件痛苦的差事 所谓的窝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一般人俗称的脚心的位置 那其实也就是我们逐步所谓的脚弓的位置 那不论是足弓高或足弓低的人 其实都是需要支撑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放了一个非常窝心的这个垫子 那就是能够达到支撑的效果 那我们也有实际经过这个协计中心这个主体压力的测量 那它能够在行走时 可以让我们的前掌压力减少9% 然后后跟压力减少25% 那在站立的时候 前掌压力甚至可以减少到57% 窝心鞋是以贴心 专为女性客户设计的概念 希望打动所有女生的心 阿寿利用窝心鞋垫 让足弓多了支撑力 脚底的压力也能够均匀地释放 所以能让爱穿高跟鞋的女性 行走得更安心 更自在 窝心鞋贴心的地方 当然不只有鞋垫而已 阿寿还加入许多项的专利设计 才能有效减轻更多女性 穿鞋时候的负担 包括像我们鞋底的这个底纹 都是我们阿寿专属 拥有专利的这个直滑的排水纹 那就是为了要让顾客在穿着的时候 能够走得更安心 更稳 那包括鞋跟也是一样 这个天皮是我们的耐磨天皮 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穿高跟鞋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鞋跟可能穿一穿穿一穿 它就会磨坏了 那我们的这个耐磨天皮 它的耐磨时间是一般外面天皮的 百分之两把以上 那所以等于说就是窝心鞋 它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时尚 但是又能够穿得非常舒适的 一个功能鞋款 不管是足弓高或是足弓特别低的人 在穿鞋的时候都会发生足弓跟鞋子之间不够密合的情况 如果足弓没有办法跟鞋底吻合 鞋子穿起来就会不舒服 当然也没办法穿太久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阿寿特别研发了窝心鞋 就是希望能够让女性穿鞋的时候 更合脚 更舒适 如果有些人的足弓他很高的话 他在穿鞋的时候 他这块是够不着的 那够不着的时候 他会觉得鞋子好像很容易掉脚 那他常穿的时候会容易累 对 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卧心设计 能够让他这个足弓比较高的人 在那个空缺的地方 能够帮他做一个支撑 那另外就是在一般足弓的这个研究里面 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足弓是比较低的 那他其实也是需要足弓的支撑 因为足弓低表示某种程度 他会容易疲累 对 我们帮他支撑起来以后 就是可以达到一个 力道平均分散的效果 所以他的压力就可以得到平均分散 不会集中在某一个点 当然不是有足弓问题的人 才适合穿用博心鞋 一般女性一样能够借用博心鞋 大幅度改善 因为穿着高跟鞋 所引起的不适感 不过对很多爱时尚 又爱美的女性来说 宁愿脚痛 也要穿着漂亮流行的鞋款 而且还要搭配衣服跟场合才行 针对女性的需求 博心鞋也推出了包胯 鱼口鞋 包鞋 等各式各样的鞋款 同时加进了许多流行元素 我们的博心鞋基本上都是属于好穿 一搭的基本款 那又为了要让能够鞋子有增添一些 这个吸引人的地方 像您所看到的这边现场的两款鞋 那一个是我们在秋冬季非常流行的 一个锚钉元素 那一个就是这个亮片元素 那就是可以让这个鞋子能够更有吸引人的效果 那它其实都是非常实搭 非常好穿的这个基本款 很多人喜欢购买外国的鞋款 但是却忽略了 亚洲人的族形呢 通常比欧美人来得宽一点 所以对台湾人来说 如果选择欧美的鞋款 常常会发生鞋子长度如果合适 但楦头就太窄了 但如果呢 迁就楦头的宽度 又会发现长度不合脚的情况 长时间穿着这种不合适的鞋子 除了造成你双脚疼痛不舒服之外 其实呢 长期累积下来 还会形成很多人的足部病变 针对国人族形比较宽的需求 阿寿皮鞋就研发了宽炫的耐走鞋 它以好看好穿又耐走的诉求 想供上班族的市场 相信你一定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买鞋的时候看中喜欢的款式 虽然挑的是自己平常穿的size 却偏偏穿起来很紧 这时候店员会建议你把鞋子炫宽 实际上却没有太大的帮助 长时间穿下来脚还是很痛 甚至会磨破皮 为了不再让我们亚洲人宽版的脚 去迁就欧美鞋款设计 阿寿皮鞋研发了新3E耐走鞋 让穿的人可以更舒舒服服地走路 新3E耐走鞋的功能设定 那主要是在于大顶还有所谓的3E 那什么叫做3E呢 E其实它是一个鞋子炫宽的一个度量单位代表 那我们有说有一个E两个E三个E 那数字越多的表示越宽 那3E耐走鞋它是拥有就是一个3E的这个炫宽的程度 新3E耐走鞋的炫宽笔斑鞋款增加8% 所以可以让双脚在鞋子里面的空间更加宽阔 更加舒适 不过要做到耐走渐走的需求 当然不只是加大鞋子的炫宽就可以 鞋底也是一点都不能够马虎的 这双鞋是我们的PU底 那可能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块与旁边的设定 跟这一块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的这个PU底是一个双密度的PU大底 它在这个跟这一块跟这一块的位置 特别加强了这个PU的密度 因为我们知道手织一般的气垫鞋 就是它就是霸炮所制成的 那它很轻也很软非常好穿 但它可能会有一些没有那么耐磨的情况 那我们就是设想到的这个点 我们希望我们穿着PU气垫鞋的时候 也一样能够耐磨很止滑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双密度的设定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藉由这样的一个设定改善 它比起这个一般的气垫鞋 它耐磨度可以提升百分之六十九 金三一耐走鞋不只可以提升耐磨度 连止滑性都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四 此外它的鞋垫采用独特的弹力材质 让前掌的弹性系数可以比一般鞋款 提升百分之八 后跟则是多了吸震片 因此抗震力更提高百分之二十八 这么多重的保护 让这一系列的鞋子加倍好穿 金三一耐走鞋不只有功能齐全 连鞋底都是采用可以自然水解的PU环保材质 在追求鞋款美丽舒适的同时 兼顾环保诉求 不过这一系列鞋子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更能够凸显它的与众不同设计 那另外您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亮亮的东西 这是俗称的这个平衡片 那为什么因为它设在这个足弓的部分 一样通常是足弓的部分 那它的功用是在于 它可以维持鞋子的平衡 就是你在行走的时候 鞋底在扭曲在转动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 所以这一块它是一个 比较硬直的平衡片 新三一耐走鞋是针对亚洲人 比较宽的脚板研发设计的 因此国人穿起来会觉得格外舒适 除了新三一耐走鞋之外 阿寿皮鞋还推出更轻 更有弹性的超能耐气垫鞋 不但保留了三一级加宽鞋楦的设计 还采用独家专利材质 让鞋子的弹性更耐久 而且比一般鞋款要轻21% 超能耐气垫鞋它所使用的一个材质 它不是PU 它是我们特别的一个调料设计 那它同样能够达到轻 然后又有弹性的效果 而且它的重量比PU的气垫鞋还要更轻 可是它不会发生水减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超能耐气垫鞋 超能耐气垫鞋以有功夫的好鞋底 在业界打响名号 除了比一般气垫鞋更轻更有弹力之外 也以容易保养耐久放为诉求 阿兽皮鞋敢用超能耐来为这系列鞋子命名 可见它能耐应该不是只有一般般哦 展电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终极电数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你在这个时程当中 快跟慢的一个拿捏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你有没有培养到够资格的人去指使那个店 也就是店长是很重要的 那阿兽在这一方面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才还不到位 我们可以甘愿开少一点的店 免得服务的品质啊 或者那个专业性就降低了